2013节能减碳爱地球健康起步 聚焉毒活动 在彰化河美镇盛大举行 吸引近2000名的民众参与 主办单位还把15万元的报名费 全数捐出做爱心 场面是热闹又温馨 我们这个网络中有15000人 我们把所有的报名费15万 还关给我们的家府中心 除了透过这个网络 让大家警告有时间来运动 有时间来做亲子关系 以外我们里面还做很多的宣度 让我们民众有尊心的地形 除此之外我们里面的网络 还串了很多的闯关活动 以及摩采活动 欢迎在这里 感谢很多人来出集出来 共同来成就网络 也讨问说减格这个网络 可以抛转于遇 让国家多的人来关心 我们家府的这个孩子 立法委员王惠美强调 骑单车可以让民众身体力行做环保 也提升健康运动的风气 同时将节能减碳与生态永续维护概念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并振兴地方休闲观光产业 主办单位在畅导节能减碳之余还不忘做爱心 由立委王惠美 余会贵宾 现议会前议长谢士谷 汇同近2000位车友的见证下 将全数报名费用15万元 全数捐赠给彰化家福中心 充当清函奖助学金 让这次活动不仅其出健康 也一次做扇行工艺 获得全体车友满堂喝彩 公益频道林俱明和美采访报导